建昌你好 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职场 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建昌 那我目前就是在 台湾大哥大台南南访门市 当任店长的职务 他同时也是经理人 你怎么会进入这一行 我进入这一行基本上是 算是缘分跟契机的部分 因为一开始 是踏入这个行业 通讯这个行业 就是从原厂的业务开始 然后遇到贵人 就是遇到像现在的老板 跟我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就一起 去做了这个台湾大这样子 所以你的门市跟一般的通讯行 还是有差别对不对 是有差别 一般通讯行 它比较主力在于 手机贩售空机的部分 可是我们台湾大 我们隶属应该 在行业里应该算说 我们是系统上 我们要的其实是 以门号为主居多 手机的部分就是 对我们来说只是 我们办门号的一个敲门砖这样子 所以它只是个工具 但是目的是以门号为主 没错 所以一个门号的这个推广出去 它就是代表一个这个 被动收入对不对 以企业来讲 以企业来讲被动收入 可是那是以台湾大企业 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单次 因为它有分项目 比如说客人 它的需求是iPhone好了 那iPhone部分它的 单价就比较高 所以它的月租费 就会可以拉比较高 月租费的多跟少 跟我的业绩 跟我的钱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要选择一个比较中间的机款 我们配的月租费就会比较中间 那跟我的利润 跟我的目标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用高费率来绑手机 这个是行销很多年的一个 这个手段 那现在大家还是会 用这个方式来签约吗 就是为了一个手机 没错 因为现在钱不好赚 它如果以高费率部分 绑月租费来看的话 现在的局势是比以前优渥 因为4G的对于手机的折价空间 没有像5G这么多 因为5G月租费涨价 它的力道是双倍 所以大部分人其实还是愿意用这个月租费来绑手机 因为我不想一下子付那么多钱 就是那种概念有点像 你用电信账单来做分期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分期付款起来的话 对消费者是划算的吗 是划算的 还是比你门号加空机划算就对 像你信用卡分期的概念 因为你要拿到两个东西 你单纯买空机的话 就是你一次性买 你只买一个东西 可是月租费还是在付 可是你绑电信是 你把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要这样看 我认为要这样看才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这样讲就是 这样的促销手法是对消费者有利 才能够一直持续到现在 还在费率绑手机 没错 那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才会为了比较高单价的手机 才去绑高费率 跟周期有关系 如果说是以你刚讲的年轻人的话 其实会大部分会在 9月到12月这个range之间 会出现很多年轻人 因为iPhone上市 为了心机 大部分年轻人为了心机 他们才会出现到门市 那一般在门市上面 其实会进来门市 误问题或缴费的 其实都年纪会比较大 因为一般我们的用户使用者都是 信用卡扣款 对自动扣款 7嘛对你也不会进来 所以一般常态性 如果撇掉这个周期的话 其实年纪都偏大 所以年长者进来 他要绑一个新门号 绑一个新手机的几率就比较低 对不对 也不进来 高费率的情况下 其实跟年纪没关 没什么太大的关联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服务的部分 在他有没有买到更省钱 如果他逻辑是可以接受我跟他沟通的方式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会成交 也不见得 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老人比较 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的意思还是算得出来就对 只要算出来对他有利 他还是有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他能够理解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也是有 对或者是他有他的想法 他想要怎么样 那我们就配合他 然后给他一个比较适合他的方式 也不会硬要说就是 要做我们要的方案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美合的角色 对门市就是美合的角色 那以一个专业的这种经理人的角色 他需要对很多手机的这个功能很熟悉吗 我觉得那是经验值的产生 对你手机碰久了 你转久了 你用久了 其实你就大概会 他的逻辑性 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有一些 你可能要做功课嘛 因为手机日新月异 他会有新的功能 对你当然要去自己做功课 有什么新的功能这样子 主要做这些功课啦 那你们公司会提供一些教育训练吗 如果有些新产品新功能的话 会 你们第一线就要马上知道吗 每个月都会 那这样4G跨5G的话 你们要学习的东西是不是更多 应该说也对啦 因为我们算是时代的产物嘛 我们要比你们 比消费者更了解5G是什么 才有办法白话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东西 对是你说的也是没错的 而且手机功能越强大 你就懂得越多嘛 因为很多事情就已经能够在手机做了嘛 就不一定要笔电或桌机就对 可以这么说 所以以你这样的角色 你就要对这种新的产物要很有兴趣 才追得上吧 对 包含专案上面 其实它泰州的环境其实也是蛮快的 不只是手机啦 但我觉得现在以手机对我来说的条件 因为现在都讲AI智能化嘛 其实它手机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就是不用像以前好像就要很复杂的设定什么的 反而是在专案上面或是现在可能台客大公司要推动的一些行销方案 那我们可能要想一些比如说怎么去跟客户沟通的方式来达到公司要我们做的一个业绩 所以你每个月都有自己的业绩压力整个店对不对 都算你头上 没错 那怎么样达到这些策略 是不是就客户沟通它的忠诚度非常重要 忠诚度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的就是邻居的生意嘛 不可能安然去跑到冬年度去缴费吧 所以有可能是我服务这个年纪大的老伯伯好了 你服务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他的全部的家人都在这里缴费的 那一下子就没了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不是专业那些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做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耐心 还有你的服务热忱 因为你没有很专业 可是你不懂的情况下客人是可以接受 不好意思我不理解 但是我帮你找答案 他没办法接受你给他一个含糊的答案 或者是拒绝的答案 我自己觉得他的美高在这里 他可以接受你这个问清楚之后再打电话回电 给他答案他会感觉很亲切 并不会觉得你不专业对不对 对其实是并不会的 所以这样子你们每天都在做客户服务对不对 没错对我们在做的确实就是客户 所以随时都会有一些老客户随时进来 问东问西你们也要去面对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些说真的就是经验值的产生 就要遇到问题 那我要帮他解决 我也不一定有这个经验值 因为太多很细的事情或是什么 我们就是想办法帮他去突破 这样也不错啊 因为这样我也学到一个技能 那下次有遇到客人一样的问题 我是不是就很快可以解答 就提升自己的专业 有点像教学乡长的感觉吧 因为我不可能会了解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因为我遇不到 就这种蛮有趣的 那即使真的不懂你们总公司还是有很多资源吗 可以往总公司去问吗 可以如果是门号专案当然是会可以往往那个总公司 可是如果是手机操作或是一些功能上的排解的部分 其实就是靠自己日记月累 或是问其他同事 其他店长大概会这样 以这样的方式 这样讲这个手机可以开放西马 不是对电信商其实是蛮大的杀伤力 因为好的门号就可能跳到别家去了 对可是基本上 以电信商而言的部分 他其实对他来说 好的号码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有关系 可是公司他要试战呢 他当然会想要把其他电信的客人变成自己的客人 那你现在的一个状况的话 从5G开始他在走的一个走向就是 他为了不让大家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所以就推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长约起绑四年 就是降低你要走的这个空间 他有设蛮多门槛 在一个小技巧上面吧 就把时间绑得更长就对 对没错 因为时间更长手机花的钱更少 甚至不用花钱你就会做了 但事实上你就被绑住 其实三大电信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可能别人好的号码跳进来吧 对可是别人好的号码跳进来 对公司他效益没什么差 他要的是月租费的餐值 对号码他其实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的 对盈利上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 可是号码怎么样无止境的一直消费 因为很多人有了号码 他可能就习惯一直用下去 他不一定会一直新办啊 所以续约是不是也是很重要 一直续约 续约是最重要的 新办的部分我们讲 起码就是从吸引他 从别间电竞跳过来台客大 那你刚刚讲的重点就是续约了 续约就是维系我们现有的客户 台客大他600万用户部分 续约才是真正赚钱的重点 也是我这个行业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希码你可能就是为了把它拉过来 可能你可能没赚钱 可是续约是我们的根本 所以他可以马上获利就对了 会比较容易 对啊不像我们绑手机 他其实有一部分是你们电信商自己的补贴嘛 才会把手机价钱压低嘛 对其实 所有的希码或续约部分 把手机价钱压低都是补贴的问题 他是一样的 你讲的没错 对 那续约有时候有条件就是为了要维系这个客户 可能他不需要手机 那就用一般没有带商品的门号按 也可以低接下来 那也是一个续约啊 虽然质量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至少 他就是一个零跟一页的差别 至少维系住了 之后他有问题不会跑到别的肩膀 也是会回来找我们 这样子 对 我们最后来讲你为什么想加入商会 因为其实 身为一个专业经理呢 每天把自己的电故 每个业绩达到就好 需要做这么多的商业交流吗 对我来说需要吧 我加入商会的目的其实就是 因为上班 我觉得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面对其实就客人老板客人老板 其实我觉得生活有点 对我来说有点好像没有成长吧 对啊 他同才基本上同才都是可能人家的员工 都在抱怨公司什么的 我就觉得没什么话题掉 我就应该要有成长 所以我才加入商会 认识这些人 让我觉得每天都很有能量 跳脱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就对 我喜欢这样 跟一群老板跟一群员工聊的话题就是不一样 还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纯粹是为了个人成长 个人成长是一开始加入的绝大啦 但是因为我在商会部分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门号加盟店 我们就单个单个破 我没有办法拿到一下子 比如说一两百门门号 他可能公司很好办 我没办法办 因为我给不了什么优惠 他可能会找台客大在上面的企客 更高层 才会有优惠 所以我就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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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急迫 可是对我来说 认识这些人带给我的东西是 我可以从东区把我的人 把我的客人拓展到安南区 安平区高雄也有 这些都是有商会的会员有引荐给我的 而且成交的那个过程基本上会比较容易 对就是你不用解释那么多 如果我如果我跟客人要花十分钟解释的话 在商会上面我可能只要花三分钟 他就成交了 因为平常的那个信任感 对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 可是现在办门号还是一定要见面办吗 能够透过线上吗 不行 主要是双证件的问题 之前可以 从这个月开始不行 因为现在NCC它规范是很严格 因为现在台湾它到办 诈骗到办太严重了 所以是非常之严格的 然后我们门市现在基本上都是录音录影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做其他不好的事情这样 等于被罚很重 就是要预防这个号码做坏事 然后一定要查到实际的持有人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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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服务要更扎实吗 服务要更扎实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没有不好 因为你如果帮别人带 他不是本能或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那其实对客人好 也对我们自己好 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对方要拿出干嘛的话 那我们是会有连带责任的 重点是危害到社会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就是 生意公司要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是循规到底这样做就好了 所以法令必然会越来越完整吗 因为早期是可能一个人可以办很多门号吗 现在已经不行了 没错 现在是完全不行了 而且以前充业绩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会很乐意帮你办很多门号 对不对 对 以前 早期 可是那阶段我还没进来做 对 偶尔听说 以前就是有什么玩巴卡什么 现在都没有了 对 现在全部都是实名制了 所以这样子经过多年的历练 应该对人际关系非常敏感 对不对 对 客人进来应该很快就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渐渐的其实会知道 这个客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或什么样的态度 或者是他的需求 大家用探寻的方式会变得蛮精准的 这就是 这就是你说的没有错 好 我们最后来讲这个男女有别 你觉得女性的服务员在这样的一个职场上 会不会比较吃香 有够吃香 有够吃香 男生比较 跟女生比起来比较有差异性 可是有些客群 女生占大众 男女通吃嘛 可是男生的情况下基本上 你要你的服务要更温暖一点 然后讲话不要太高昂 然后善用圆滑的锯子 耐心 其实也是会吃到 然后你像我自己是吃到比较 就年纪大的大部分都会找我 对 那女生当然有他的优势 女生可能不用懂那么多专业 他可能就快很准 好像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比较有严谨的女生都是总是比较容易 没错 没错 尤其是这种业务性的一个工作 对 对 确实 所以男生要更努力对不对 还没错 没错 男生要比一般人更努力 像你这样子还要积极加入商会 让自己提升自己的一个思维 对 没错 嗯 好 谢谢